临东城堡的巨石迷宫深处,传来一声狼嚎,嚎叫声在城堡间漂浮回荡,如同一面哀悼的旗帜。 虽然图书馆里温暖舒适,提里昂听了这声狼嚎,却不禁从书堆里抬头颤抖起来。 狼嚎中有种神秘莫测的力量,将它硬生生地自现实抽离,弃至于一片广寒的阴郁森林,浑身赤裸,在恶狼追逐下亡命奔逃。 当冰原狼的嚎叫声再度传来,提里昂终于忍不住和尚,他正在读的书。 那是一部探究季节更迭的百年古籍,出自某位早已长眠地下的老学士之手。 他打了个哈欠,用手背微微掩住嘴巴,沉色自高窗缝里泄进图书馆。 他的写字灯火光摇曳,灯油已尽。 他又整夜没睡,然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提梁Lannister向来不是个需要大量睡眠的人。 他挪动僵硬酸麻的双脚,下了长凳。 稍失按摩之后,搏着脚走到桌边。 修士正趴在桌上,轻声打憨,头枕在面前一本敞开的大书上。 提梁描描书名,原来是伊萨莫尔国师传记,难怪这年轻修士会看到睡着。 柴尔,他轻声唤道。 年轻修士猛然惊醒,困惑得眨眨眼,象征他身份的水晶在银像链上晃动。 我去吃早餐,记得帮我把书放回架子上,不过动作要轻一点。 这些瓦雷利亚卷轴的羊皮质很脆弱。 伊密顿的《战争兵器》是一部很稀有的书,我这辈子只看见你这份草本。 年轻修士还没完全清醒,朝提梁打了个大哈去。 提梁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,然后拍拍修士的肩膀,让他去工作。 走出门外,提梁深吸一口清晨的冷空气,接着费力地走下环绕藏书塔那一击击陡峭的螺旋梯。 阶梯高窄,他的脚却短小畸形又扭曲。 续日还没高过临东城城墙,但教场里已有不少人开始练习了。 桑多克里冈刺耳的声音传了过来。 那小子拖拖拉拉的还不断气,早点死了,不挺干脆。 提梁往下看,看到猎狗克里冈站在年轻的焦夫里身旁,周围簇拥着一群侍从。 至少他没坑半身,王子说,吵得是那只狼,吵得我昨天晚上快没法睡了。 克里冈的随从为他披上黑甲头盔,他高大的身躯在硬土地上拉下长长的影子。 假如您高兴,我去叫那只东西闭嘴。 他透过打开的面罩说着。 这时他的随从将长剑递上。 他试了试剑的重量,在清晨的冷空气里比划了几下。 在他身后,广场上传来金属交击的声音。 王子听了这主意,似乎很高兴。 叫狗去杀狗,他叫着。 反正,林东城里多的是了,少那么一条,史塔克家也不会发现的。 提梁跳过最后一级台阶,下到场子里。 好外上,真不好意思,他说。 是塔克家的人会数数,不像某位王子,连六都数不到。 加弗里至少知道脸红。 有声音? 桑德克里刚故意从面罩里往外瞧,左顾右盼的,说。 莫非是空气中的精灵? 王子笑了。 每次他的贴身护卫,作假,演戏都能把他逗得咯咯笑。 提梁早就不以为意了。 下面,高大的桑德克里刚往下瞟了一眼,然后假装刚发现似的,说。 呃,呃,原来是提梁小少爷啊。 他说,呃,请您原谅。 呃,我方才没见您站这儿啊。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计较。 提梁转向他的外甥。 加弗里,你快去拜见史塔克公爵和夫人。 不然就晚了。 我要你向他们表达你的哀悼。 请他们宽心。 加弗里听霸立刻露出少不惊事的暴躁脸色。 我请他们宽心,有什么用啊? 一点用都没有。 提梁回答。 但这是应尽的礼书。 不然大家会注意到你刻意缺席。 哼,那斯塔克小孩算什么东西? 加弗里说。 我可不想去听老女人哭哭啼啼的。 提梁·莱尼斯特点起脚尖,狠狠地甩了侄子一个大耳光。 男孩的脸颊立刻红终起来。 你敢再说一句? 提梁说。 我就再赏你一记耳光。 我要去告诉妈妈。 乔夫里喊着。 提梁又打了她一个嘴巴。 这一下,她两边脸颊都一般通红了。 随你去跟她怎么说,提梁告诉王子。 但你首先给我去乖乖的拜见是她个公爵夫妇。 我要你在他们面前跪下,说自己感到非常的遗憾。 说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,只要能让他们宽心,你都愿意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。 最后还要为她们献上你最虔诚的祈祷。 你听懂了没有? 听懂了没有? 男孩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模样,但还是勉为其难地点点头,然后转身捂着脸颊横冲直撞地跑离广场。 提梁目送她远去。 一团黑影突然笼罩住提梁,她转过头,发现高大的桑德克里冈正如同陡峭绝壁般阴瑟瑟地朝她逼近。 没颜色的黑甲宛如灿烂阳光中的污点。 克里冈已经放下了头盔上的面罩,面罩的形状是一只咧嘴咆哮的凶狠猎犬, 令人触目惊心。 不过提梁认为,比起克里冈那张烧得稀烂的脸,这面罩已经算美得太多了。 大人,王子不会轻易忘记您刚才对他的举动的。 猎狗警告着提梁,克里冈的声音从头盔里传来,原本的宁笑成了空洞的轰鸣。 他记得最好。 提梁兰尼斯特回答,那天要是他忘了,你这条狗可要好好地提醒他。 他欢视广场,又问, 你知道我哥哥在哪儿啊? 正与王后共进早餐。 啊哈,提两手,他半敷衍地朝桑德克里冈点头答谢,然后提起那双畸形的腿,尽全力快步离开。 心里可怜守卫与猎狗过招的骑士,那家伙正在气头上。 客房的早餐室里摆了一桌冰冷而了无生气的餐点。 詹姆,斯西和公主王子们坐在一起,第一声焦头接耳。 拉伯还没起床,提梁没等他们打招呼,镜子在餐桌前坐下。 姐姐用那种打从提梁出生起便惯有的鄙视眼神瞟了他一眼。 国王根本没睡,他整晚和斯特克大人在一起,难过得心都快碎了。 咱们的好老婆那颗心倒是挺大的。 詹姆慵懒地微笑着。 提梁很清楚哥哥那对凡事都满不在乎的个性,因此不想跟他计较。 自己过去那段惨痛而漫长的童年岁月里,只有詹姆对他有过那么一丝感情和尊重。 光为这一点,提梁就不愿跟他计较任何事。 适者迎上钱来,我要面包。 提梁告诉他,两条这种小鱼,再配上一杯上好的黑啤酒, 啊,还要几片贝肯,记得煎的焦一点。 仆人鞠了个宫告退之后,提梁转头面对他的胸结。 这对孪生兄妹今天都穿着深绿色的衣服,正好搭配他们眼睛的颜色。 金色的卷发呈现出时髦的波浪,金饰在他们的手腕、指尖和颈项上闪闪发亮。 两人看起来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雕塑。 提梁不禁,暗自私寸。 若自己也有个双胞兄弟,不知会是什么样。 不过想归想,他决定,此事还是不要成真的好。 每天在镜子前面对自己已经够糟的了。 要是再多出一个长得和他一副德行的人,那还了得。 这是托曼王子开口问, 舅舅,你知道布兰现在怎么样了吗? 我昨天晚上经过病房的时候,提梁回答。 病情既没有恶化,也没有好转。 学士认为还有希望。 我希望布兰不要死。 托曼却声声地说, 他是个可爱的孩子,一点也不像他哥哥。 不过话说回来, 詹姆和提梁两人也没什么共同之处。 史塔克大人有个哥哥,也叫布兰登。 詹姆,饶腐欣慰地说, 后来做人质被坦格里安家给杀了, 看来这名字还真不吉利。 啊,还不至于不吉利到那种程度吧? 提梁说,此时逝者送来了餐点, 他随即撕下一大块黑麦面包。 摄西正满怀戒心地盯着他瞧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? 提梁不怀好意地朝姐姐笑笑。 哈哈,没别的意思, 这是公主托曼如愿以偿的。 老学士说那孩子活下来的机会很大, 所以嘛。 说完,他戳了口啤酒。 米斯拉听了高兴地惊叫出声, 托曼也露出腼腆的微笑, 然而提梁注意的却不是他俩的反应。 詹姆和摄西交换眼神的时间不过一秒钟, 但是提梁可没有错过。 接着,他姐姐低下头, 视线垂到餐桌上。 老天爷真残忍, 这些背方的神, 正让一个年幼的孩子苟延残喘, 实在是太狠毒了。 老学士具体是怎么说的呀? 詹姆问。 提梁咬了一口北肯, 发出松脆的声响, 他若有所思地嚼了一会儿, 方才开口。 他认为那孩子要死早就死了, 不会这样拖了四天毫无动静。 舅舅不然会好起来吗? 小米斯拉又问。 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所有的美貌, 却丝毫没有半点色系狠毒的性格。 小宝贝, 他的背摔断了。 提梁告诉他, 两只脚也都残废了, 他们现在为他蜂蜜和白开水, 不然他会活活饿死。 也许等他醒来之后可以吃东西, 但却一辈子都别想走路了。 等他醒来, 苏西重复了一遍, 你觉得有可能? 这只有天上诸神知道了。 提梁回答, 老师傅只是揣测罢了, 他又咬了几口面包。 不过我敢说那孩子的狼是支持他活下去的原动力。 那条狼, 不分昼夜的手在窗外叫个不停, 怎么敢也敢不走。 老师傅说他们曾经关上窗子, 以为如此便能减少噪音。 谁知道布兰的情况却立刻恶化。 后来他们打开窗户, 那孩子又转微微安。 王后颤声说, 那些动物古怪极了。 他说, 瞧那模样就很危险。 我绝不准他们随我们回南方去。 詹姆说, 好姐姐, 我看你是阻止不了的。 他们和女孩可是形影不离啊。 提梁开始吃他的烤鱼。 这么说你们很快就要动身了。 我还嫌不够快, 瑟姆说。 接着他突然皱眉, 我们? 那你呢? 助身在上, 别跟我说你想留在这种贵地方。 哼, 提梁耸了耸肩。 白杨斯塔克要带他哥哥的私生子返回守夜人军团。 我打算跟他们一起走。 好亲眼见识见识, 传说中的绝境长城。 詹姆笑着说, 哈哈哈哈哈哈, 好弟弟, 你可别玩得太高兴, 也当起黑衣弟兄了。 提梁哈哈大笑, 哈哈哈哈哈哈, 叫我打一辈子光棍, 那怎么成? 全国的妓女都会抗议的。 放心, 我不过是想爬上长城, 对着世界的边缘撒泡尿罢了。 斯西霍得起身, 够了, 别当着孩子们的面说这种粗话。 托们, 米塞拉, 我们走。 他快步离开饭厅, 仆人和孩子们猝晕在后。 詹姆·Lannister用他那双冰冷闭眼, 打量着他的弟弟。 如今斯塔克的儿子生死未卜, 我看他绝技不会放心离开林东城。 如果拉伯下了命令, 他肯定会走, 提梁说, 而拉伯一定会命令他南下, 反正斯塔克大人对他儿子根本爱莫能助。 他可以帮他早日解脱。 詹姆说, 如果是我儿子, 我就会这么干, 这才是为他好嘛。 亲爱的哥哥, 我可不建议你把这话拿去对斯塔克大人说, 提梁说, 他可不会了解你的好心肠了。 哼, 就算那孩子活下来, 也成了脖子, 恐怕连脖子都不如, 根本就是个畸形的怪胎。 我宁可干脆利落地死。 提梁用耸肩来回应这番话, 只是这个动作更凸显出他的驼背。 鸡形怪胎? 他说, 不是我多嘴, 但死了就什么都没了, 活着, 起码还能充满希望。 詹姆微笑地说, 你这个小恶魔还真心术不正, 是吧? 哈哈, 那当然, 提梁承认, 我真心希望那孩子活过来, 不为别的。 我想听听他还知道些什么。 哥哥的笑容像酸败的牛奶般突然僵住。 提梁, 我亲爱的好弟弟, 他阴阴地说, 有时候我还真不知道你站在哪一边。 提梁满嘴都是面包和煎鱼, 他灌了一大口黑啤酒把食物冲下肚, 露出狼一般的笑容, 对詹姆笑笑。 我最亲爱的杰姆哥哥, 他说, 你这话好伤我心, 你难道不知道我最爱家人了吗? 那我们的麻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